5月1日月嫂晒出了月露一五一在家的日常 看到月露一安静的搭乐高 不少网友表示 小时候玩拼图长大了拼乐高 还是有一些基础在身上的 就是千万别让雷佳音知道 要不然不知道雷佳音会不会送一个什么样的乐高给月露一 那简直就像噩梦一样 在雷佳音办师的那个晚上 得知小月月的女儿喜欢拼图时 就立刻买了一个拼图送了过去 长达5米33000多块拼图 历史上只有三人拼成功了 以这个为证 就是小月徒弟 好没问题 明天我就送个礼物 过两天来了 36000块了 拼完了能跟这个墙上的 哇 历史上有两三个人成功了 历史上 收到礼物的月露一 一脸的生无可恋 而小月月也不甘示弱 发文请教网友 是要找回面子 在网友的指导下 岳云鹏送雷佳音一个22米长的 清明上河图十字绣 雷佳音的母亲想尝试 却被雷佳音给制止了 你那十字绣绣绣了吗 我妈要绣 我妈用毕生生命去绣完 她难绣 没有我给拦一拦 我怕我妈瞎 雷子 赚钱去买房 先买个大房子 这个 我天哪 你得买一个22米的那个房间 户损的师徒被坑的却是佳人 这也是网友们为什么怕雷佳音知道 岳露一喜欢上乐高的原因了 能如此静下心来拼乐高 看得出来岳露一动手能力很强 也非常的有耐心 岳云鹏在采访时就曾说过大女儿非常的成熟 我们老大现在已经12岁 她相对比较成熟一些 她不想就是出门告 给我丢人 相比于大女儿的成熟 二女儿却非常的喜欢撒娇 在小岳岳教育二女儿让她练习大提琴的时候 岳露岳则用撒娇来对付小岳岳 虽然戏比较过 但是小岳岳还是非常吃这套的 儿很聪明 她会撒娇 现在练那个大提琴 她就是不练 她就是不练 我就生气嘛 假装生气嘛 我一生气 她就会撒娇 爸爸你知道吗 你出门我有多想你 你知道吗 爸爸就过来 他那个表演 完全复分 但是你怎么办 你过了 对 但是你还认你知道吗 我太认了 我太认了 小岳岳完全被二女儿拿捏了 妥妥的女儿奴 虽然因为工作经常出差在外 但也时常的会抽出时间陪伴孩子 虽然不能辅导孩子作业 但也会经常的帮助孩子完成课外作业 跟孩子一起玩 不得不说 小岳岳真是一个好父亲 也是一个好老公 同时也还是一个好徒弟 从刚开始只能在德云社扫地 到如今的万人专场 相信以后小岳岳也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火 小岳岳的路线 老公 大兴岳的路线